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陳大喬兒於胎內分泌科周炎醫師 那我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是兒童叩擾症 那什麼叫做叩擾症 叩擾症就是我們人體在缺乏礦物質 會導致骨骼的礦化不良 像是這個右邊這個骨頭 會有這個比較空洞化的情形 但如果發生在成長中的孩童 就會造成骨骼變形 我們就叫做叩擾症 那克爾症的孩子會有什麼樣的臨床症狀呢 他主要會造成孩子的生長遲緩 那還會造成小孩的手腕膝蓋 這些骨端比較擴大的這個狀況 就是這邊比較擴大這個情形 那下次會彎曲呈現O型腺或X腺 那他的胸或肋骨的部分 會出現這個像是克爾症的串肌 也是骨端擴大的這個狀況 那他們的骨頭就比較容易苦痛 肌肉沒有力氣 那容易發生跌倒或者是自發性的骨折 比較嚴重的孩子甚至會腳度不紋 或者是牙齒發育異常 那克爾症有哪些成因呢? 大概可以分成兩大類 第一大類是鈣跟維生素B的缺乏這類的 那第二大類就是跟鈴有關 鈴的缺乏這類的 那克爾症的孩子呢? 我們會做哪些評估跟檢查呢? 首先是我們會先做詳細的病史詢問 看看有沒有我們剛剛提到的這些臨床症障 生長越來越慢啊 或者是腳有彎曲的這些情形 那常常跌倒的這些狀況 那理學檢查的部分 我們就會去檢查他的身高 他的有沒有這些骨端擴大的狀況 那下肢彎曲的情形 還有這個就是肋骨有沒有這些 扣攏症的串子這些等等的狀況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會進行營養的評估 我們就去詢問孩子吃的狀況 以食中的鈣和維生素B的攝取量 是不是足夠? 那接下來才會是進行到實驗室的檢查 那譬如說我們會去做抽選 去看看血中的鈣、負甲妝線濃度 是不是正常 那血中的鹼性磷酸酵素 是反映我們的骨頭的狀況 那再來就是維生素B的素質 是不是OK? 那我們也會去驗尿看看 我們尿液對於腎臟對於 這個磷的再吸收的情形 是不是正常的 那影像檢查的步驟 我們會安排F光片 去看看孩子的骨骼 有沒有彎曲變形 他的生長版有沒有磨損成悲狀 那如果我們懷疑是遺傳性的叩頭症的話 我們就會進行進一步的基因的檢查 那酷魯症會怎麼治療呢? 我們會依據他是不同的病因 就會做不同的治療 比如說如果是營養性的酷魯症 我們就需要去有營養師去調整他的飲食 要聚合飲食 補充維生素D、鈣跟磷 那如果是低磷性的酷魯症呢? 我們會補充口腑磷酸炎跟活性微生素D 那現在也有所謂的FGF23的單株抗體 是專門去針對 特別的遺傳性的低磷性的酷魯症的治療 那這些治療中的孩子 我們就會去定期追蹤他的血中的 這些鈣、鈴、血中腹甲狀腺素 這些素質是不是有在正常的範圍 那我們也會去追蹤他的生長 有沒有慢慢追上來 那X光片需要定期去評估 看看骨骼改善的狀況怎麼樣 來去調整他的治療的劑量 那有一些孩子他的骨骼是嚴重變形的 就還需要加上骨骼醫生的矯正 或者是手術的治療 那我們來看看實際的案例 那就是我的一個病人 他來的時候是4歲大 那他是一個小女生 他其實是來看生長時緩的 就是長得比較嬌小 可以看到說他的體重是 大概是在50個百分位 所以體重是正常的 但是身高落在3%以下 身高比較嬌小 但是我們發現說 他除了生長比較慢以外 他還有O型腿 所以他其實家長就說 他其實之前就覺得 腳比較彎曲的情形 那我們照了X光片就發現說 除了O型腿以外 他其實有骨端擴大了這個狀況 那我們記錄看他的其他的骨頭 可以翻證 這是這個小女孩 4歲小女孩的骨頭 那正常4歲的小孩子的骨頭應該是這樣 就是這個邊緣應該是比較乾乾淨淨很平整 那這個小孩子的骨頭 我們這個骨端 他就有點凹下來 就是呈現悲壯這個情形 而且毛毛的 這就是我們說扣勞症的一個特徵 他骨質不好 骨質不好就會造成他的這個生長板這個部分 呈現這個情形 然後我們進一步去做抽血檢查 他就發現說他的鈣是正常的 可是鈴很低 那這個鹼性鈴酸酵素 這反應骨頭的狀況也非常的高 所以他我們去驗尿就發現 正常我們的尿會把鈴再吸收 我們食物吃進去的鈴會不會一直排掉 他會再吸收、腎臟會再吸收 可是這小孩的鈴的再吸收率很低 就一直從尿液裡面漏掉 所以這小孩的診斷就是一個低鈴性扣勞症 就是說他是身體缺鈴 他鈴非一直漏掉 一直從腎臟漏掉 那鈴為什麼會去從腎臟漏掉呢 通常我們就要去檢查 他是不是有基因突變 那有幾個基因突變都會造成 就是 在這裡 他在這裡 我們權負責任 他有所為主的 但是他是做的 有的 這次我們知道 記者了 如果他在這裡 他說 你是不是可以這樣 在這裡 可是 你怎麼會這樣 你不可以這樣 無論壹個 我 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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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可以看到說 他的這個O型腿後來就慢慢慢慢比較好一點 但是因為他來的時候其實已經比較彎曲 所以他其實後來還是需要骨科的一些小的矯正的手術 但是他那個我們說生長板磨損的情形 其實後來都比較改善了 那他生長的部分這幾年 他其實現在已經十幾歲了 所以他其實一度的生長 就可以進入在正常的範圍 沿著他自己的曲線來長並沒有越來越掉出去 所以這是一個抗扭症的低靈性抗扭症的小孩 那我們做了診斷治療之後 就比較能夠維持在正常的生長 那這是另外一個例子 他是一個六歲大的男生 他來其實不是先看我們遺傳的分泌科 是先看小兒神奇科 為什麼?因為他走路不穩 所以去看神奇科 不過神奇科醫師就發現 怎麼身高體重這麼小 身高體重都小隻 所以就轉來我們的小兒子 遺傳內分泌科 那我們就發現 他不是只有身高體重小 他還有X型腿 所以他的X型腿就是長這樣 比較內八 但O型腿也是比較外八的 他就是這樣X型腿 而且他就是生長非常的小隻 那我們去照他的X狀片 也發現說他的骨頭也是一樣 有骨端擴大然後邊緣磨損的情形 所以就是一個抗扭症 那我們去做抽血檢查就發現 他的0是正常的 但是他的鈣稍微偏低 那主要是維生素D非常的低 維生素D很低 那骨頭的支出也很高 所以他是一個維他命D 維生素D缺乏的營養性的抗扭症 那我們去問他的這個家庭說 他吃得怎麼樣 那其實父母親都覺得他吃得非常健康 因為他們吃的都是 其實父母親很關心孩子 所以都給他吃有機的食物 但是其實重點不是食物是不是有機這件事情 就能夠反應他健康是有沒有均衡 所以可以看到說這個家庭 其實是因為一些因素是吃全素的 那全素也不是一個特別的問題 但是你必須要攝取均衡的 足夠的蛋白質 足夠的我們說鈣跟維他命D 不過可以看到說他的 我們講是問起來 他吃的全素是只有蔬菜跟這些糙米粥 所以他也沒有牛奶也沒有蛋 所以通通都沒有 所以蛋白質非常的少 那也沒有所謂的他也不騙加油 所以其實是一個整個非常清淡的飲食 但是同時他的維生素D跟鈣也攝取得不足夠 那我們營養是進行的飲食的調整 那我們這邊小兒內分泌科幫他 開始高劑量的維生素D 因為他D非常多需要高劑量的補充 那逐漸調整就可以發現說 欸治療之後他的身高體重都慢慢的上來了 但是因為他差太多 所以需要幾年的時間才可以回到正常 不過可以看到身高跟體重 其實幾年的時間就回到完全正常 而且當然我們治療半年級有明顯的上升之後 他走路就OK了 就不會再不穩了 然後走樓梯就很有力氣了 所以其實他是一個營養性抗樓症 營養不均衡造成的維生素D的缺乏 那所以治療之後其實有很明顯的改善 那這孩子目前就生長活動這些都在正常的範圍 所以可以看到他A型腿也比較適了 那那個之前的骨骼變形都比較改善了 那怎麼樣去預防這種營養性的抗樓症呢? 其實我們人體需要的維生素D是主要是來自食物 或者是日曬自行合成維生素D 那食物裡面維生素D的來源主要是魚類 跟添加維生素D的乳製品 那含鈣質豐富的食物就包括鮮奶、乳製品 還有其他的高鈣豆製品 像傳統豆腐、豆干絲或者是芝麻跟深綠色蔬菜都可以 那再來的話就是其實戶外的活動就是有日照很重要 那當然我們台灣的紫外線比較強烈 那就避開紫外線強烈的時段 帶孩子去戶外活動其實都可以 讓他可以避免這些營養性的抗樓症 那我們台灣兒科醫學會的建議是 純乳乳骨味的寶寶或者是部分乳乳骨味的寶寶 從新陳尾開始會建議每天要 恐服400IU的恐服維生素D 那如果是使用添加維生素D的配方奶的孩子 如果他每日的進食小於1000毫升 也是建議每天需要給予400IU的恐服維生素D 那結論就是說如果說孩子們有以下的症狀 像是生長直緩、手腕、膝蓋、腳踝擴大的這個狀況 或者是下肢彎曲呈現O型腿或X型腿 那或者是他有骨頭疼痛、肌肉比較沒有力氣、容易跌倒 那我們就會建議他要來我們小兒遺傳類分泌科的門診 來進行就診跟評估 那均衡飲食、攝取富含鈣跟維生素D的食物 還有足夠的戶外運動 其實是有助於預防營養性的扣押症 那你說是我今天的介紹 那謝謝大家 這個跟遺傳有沒有關係? 有沒有說遺傳的這個分子沒有嗎? 有 遺傳的部分就是像我剛剛提到的這個低齡性扣押症 低齡性扣押症這個疾病 它通常 扣押症它就分成兩大類 一個是鈣缺乏、鈣跟維生素D的缺乏的 那這一大類呢 它有可能是營養性的問題 也有可能是遺傳性的 就是它不是營養不足 營養都OK 但是就是身體沒辦法轉換 它的攝取的維生素D沒有辦法轉換 才讓經過肝臟、腎臟 卻需要一些轉換才能讓身體利用 它有一些基因突變 它就沒辦法利用 所以這是遺傳的基因突變 那低齡性扣押症也是 它常常是一些遺傳基因的突變 那造成它的腎臟沒有辦法再吸收鈴 雖然你食物吃進去的鈴是夠的 但是因為它的突變 就讓它一直從腎臟流失 所以的確說這些扣押症的孩子 有一部分是營養的部分 這是我們可以預防的 但是有一部分是基因突變的 我們是有遺傳性的 遺傳性就不是我們可以吃什麼東西 可以去預防的 是要提早發現 那我們去做診斷 那給予相對應的適當的治療 就可以讓它可以生長 可以恢復正常 那不會有這些扣押症的一些症狀 食物上會很多嗎 蛤? 食物上 其實遺傳的部分都會是屬於罕見疾病 它並不是那麼常見 就是像很多糖尿病高血壓這麼常見的疾病 不是的 遺傳的突變都還是屬於比較罕見 但是也因為比較罕見 容易被大家忽略掉 或者是沒有發現這樣的情形 或者是拖到比較嚴重 像剛剛說拖到走路都不穩了 才來就醫 所以其實會需要說 大家有注意到這個情形 其實有這些狀況就需要提早就醫 那我們可以在孩子沒有到這麼嚴重的時候 就可以做診斷跟治療 它比較變形不會到那麼嚴重才開始治療 那剛剛特別提到的是營養性的扣攏症 它就是屬於可以預防的 所以如果我們有足夠的這些 知道說怎麼樣去補充均衡的飲食 適當的活動 那其實就可以避免我們的營養攝取的不足 造成的營養性的扣攏症 雖然說現在我們台灣其實生活水平都比較好 其實相對來說 比較不像早期 所以應該是會覺得應該是比較少 但是還是會有就是 並不是沒有食物吃 而是食物給的不夠均衡 像剛剛提到的家庭其實也是非常的 就是並不是不照顧小孩 是很愛小孩的 但是可能就是給的方向沒有到均衡 就會發現營養性的扣攏症 所以有時均衡還是非常重要 那如果說譬如說現在的小孩都不夠死 然後營養太多 他的磷會太高嗎 你說營養過多的話 會不會太高 就是吃太多 因為我們身體會調控剛剛好就好了 所以多的就是從尿流掉 所以零也是 零也是你吃進去 對就是你吃進去食物很多 那但是我們身體會自己調節成平衡 所以他過多其實是 他腎臟就是這個功能 排除我們不需要的 然後他就是排出去 所以他其實會調節成一個平衡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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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不是有點雷土就是營養型的因素所造成的? 呃…OK 呃…如果發生在成長中的兒童 我們才叫做寇樓症 如果發生在成年人 就是已經長完了 我們就不叫寇樓症 叫軟骨症 那它也是骨質礦化不良 就是說譬如說它的 呃…鈣磷維生素低階攝取不夠 也是會骨質礦化不良 那…但是呢 它就是…呃…比較不是說像小孩 從兒童時期開始的 它整個影響到成長的一些 像剛剛說成長跟骨骼的變形 所以成人會相對沒有兒童這麼嚴重 因為它長完了 所以它的確會骨骼比較空洞化 但是它長完了 那我們說一般老人的骨質疏鬆 其實並不是都是軟骨症 它只是占一小部分 骨質疏鬆的原因很多 骨質疏鬆包括就是 像是呃…停經後的婦女 因為你的呃…荷爾蒙 女性荷爾蒙就比較沒有分泌 所以就不足夠 就沒有辦法把我們的這個骨質留住 它會一直流失 所以老人的比較跟就是荷爾蒙的 不足這些有關係 所以老人的骨質疏鬆治療的藥物 跟我們兒童的抗樓症治療的藥物 是不一樣的 對…它就是骨質疏鬆的這些藥物 那我剛剛提到的兒童抗樓症 大部分還是跟它的鈣跟鈴跟維生素B 是有關係的 所以這個人是詞 我真的不會有辦法 然後我把那個藥物 提供給你 我們有很多藥物 那是有什麼藥物 我喜歡這位藥物 那就是我 那是你 我喜歡這位藥物 那是你 我喜歡這位藥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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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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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小小孩 還在便利日 昨天還前天 就已經瘋出來 因為瘋形腿 所以已經在進行石膏的矯正 所以這兩隻腳全部通通包起來 所以為什麼新生兒會有危險 新生兒歐行腿的原因可能有很多原因 就是譬如說他是不是先天的一些問題 或者是媽媽在媽媽的就是我們說在肚子裡面 是不是有壓迫或其他的狀況 那個就比較不是屬於這種兒童扣摟症 因為兒童扣摟症大部分是這個下肢彎曲跟歐行腿 通常是開始走路 開始走路才會承重 之前還不會走路的時候 他其實身體不會 腳不會承受重量 所以他不會被壓彎 所以通常我們不會在新生一歲以內 就這麼快去診斷 除非是他已經有家族史 知道說這個小孩可能有機會試 不然大部分會是他的症狀 大部分是一歲開始會走路之後 慢慢壓 身體不知五格狂化不好 所以承受身體的重量慢慢壓 所以就變形了 所以大部分是走路以後才越來越明顯 比較不是一出生的 一出生的跟這個狀況又不一樣